明帝宁开关全祭时,一帝二后皆胜骨架,陪葬宝物令人惊叹。 1957年的秋天,考古队员历时一年多,终于如愿打开了帝宫入口,并一路探到帝宫深处,寻找到了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官果所在。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来,以考古的形式发掘帝王陵墓,当考古对面对山口巨大的官果和整整26箱绥葬品时,他们激动得泪流满面。 要知道,帝王陵墓的绥葬品是最为丰厚贵重的,也是最具研究价值的,因为这些绥葬品往往都是集中一国一朝, 甚至几国几朝的珍贵财富和能功巧匠的智慧才能溶造而成。 面对这些300年前的物品,考古队员各自猜测着,帝王皇后尸体是否已经腐烂,他们穿什么,和京剧里看到的一样吗? 因了,潮湿,漆黑的地宫大殿,只有一台小型发电机供电照明。 发掘人员借着昏暗的灯光,围在孝敬皇后的官果周围。 一切准备就绪,一声令下,果板被拆除。 由于孝敬皇后的官果早已经塌陷腐烂,所以拆除果板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。 映入队员们也连的,首先是一床平铺的鹅皇色织颈金被。 仔细查看,颈上还有珠红色金纹,只不过年代太过久远,金纹已经褪色辨认不清。 掀开棉被,仍然不是尸体。 棉被下方塞满了织颈金银玉等殉战品。 众人内心都有一个想法,这哪是光木? 这分明就是一个白宝箱啊! 皇后都已如此,那万历皇帝的光木里,又会是怎样一番令人震惊的景色? 纸锦金背下,有两套精美鲜艳的服装,上衣黄断夹仙,对开金,用金线串联在一起,下衣是黄断裙,非常有时尚感。 这两套服装是定灵出土的近两百皮成料和服饰中最为珍贵,也是保存最好的两件贵宝。 整件衣服采用了整体刺绣工艺,并且衣服上绣的白纸,图案形态各异,栩栩如生。 掀开白纸衣,再掀开两船棉被,孝敬皇后。 这位经历了很多苦难的女人,终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 只见她皮肉都已经腐烂殆尽,只剩下一副骨架静静地躺在那里。 头上插满金玉,宝石,插章,朝南侧卧,一副睡觉的姿态。 那些人员想把尸骨拿出来,放进提前准备好的木槽之中, 哪知道,她们一动,整个遗骨世上开来。 只剩下下肢还有一点韧带相连,其余全部上架了。 最后,大家只好一块一块地拿,再一块一块地拼。 尸骨拿出后,大家发现,在她的身下,铺满了纸钱与铜钱。 在古时的商葬习俗中,身下铺满金钱,是为了供她在地下的灵魂生活所用。 开完孝敬皇后的棺木,接下来,发球队又打开了孝端皇后的棺果。 孝端皇后的棺果和孝敬皇后的相同,但保存较好,整个棺果都是由金丝栏木打造而成。 撬开孝端皇后的木锅。 大家发现,在棺木外侧,摆放有四大块玉料。 这些玉料大小不一,上面还有文字。 记查看,发现这些文字记录了玉料的名称和重量,甚至有的还有编号,玉。 对古代人来讲,是防腐的器物,他们相信玉石可以保证尸体不腐烂,变质。 在《汉书阳王孙传》,艺书中就写过,口含玉石,玉化不得。 最早,人们会做出人脸型的玉石片放置在面部,身上也会放置玉片。 随着技术的发展,慢慢的,一些牧主人身上会穿有玉制成的衣服,以求尸体永存。 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一样,孝端皇后的棺木里,也有棉被和随葬器物。 一样一样切开后,露出了孝端皇后的尸骨。 孝端皇后的骨架完好,同样是朝南侧卧,睡泰端庄。 头上的装饰比孝敬皇后更华丽。 每一根金钗玉栈上,都镶满了祖母绿和猫禽石。 尸骨下方,铺有一床坠着整整一百枚金钗的入屋子。 金钗上刻着消灾严寿的质养。 入子两侧放了大量的金元宝,这些都是孝敬皇后棺木里所没有的。 此时,两位皇后的棺果已经全部清理完毕,可考古工作也突然间被暂停了。 考古队从阴冷的地宫里走出来,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单位,参加了如火如茶的运动。 这一停,就整整停了半年。 半年后,这宏大的地下玄弓才重新亮起了昏暗的灯光。 清理工作重新开始,再次入临。 当务之举就是迅速打开万历皇帝的光果。 万历皇帝的光果,宽和高都有1.8米,长3.9米,无尺巨大的光果。 考古队员只有架上梯子才够得到。 打开光板后,一口蓝木之城的子宫露了出来。 之间,光木上方盖有一块黄色丝织明旗。 明旗中央用金书写成六个大字,大型皇帝子宫。 随着咔嚓一声响,光木盖子被高高地撬了起来。 十几名队员们手把光盖一起用力,厚重的光盖被移到了一旁。 万历皇帝的子宫,终于向队员们展开了他的真容。 只见棺木内,摆满了各种各样光彩夺目的奇珍一宝。 一床绣金的花呗,竟还发着灿灿的金光。 各色晶莹玉气,紧织龙袍,显得队员们睁不开眼。 这数以百计的殉葬品,全部完好无损,掀开棉被,拿走器物。 下面是形态各色异彩不同的道袍、中医、龙袍等衣物。 在这些衣物的下沉,藏着一件西式珍宝,那就是万历皇帝的滚服龙袍。 这件龙袍是皇帝在祭拜天地和举行大典时所穿的礼服。 是龙袍中最为珍贵的精品。 一走龙袍,接着往下清理,直至清理到第十一层时, 队员们发现了一条两边对折的颈被。 打开颈被,万历皇帝的遗骨终于出现了。 和两位皇后一样,万历皇帝在死后也逐渐腐烂殆尽, 只剩下一副骨架细长的手臂上,还挂着一副炼珠,腰间细着一条玉带,发际完好。 只不过,在显赫的身份和地位,此时在考古队员面前,都是一副可怖的枯骨。 经过研究人员的化验研究发现,万历皇帝的口腔疾病较为严重, 但牙齿损耗非常轻微。 这说明,他们生前所食用的食物是非常精细的。 人们发现万历和孝敬皇后的牙齿上,都有切状缺损。 这种缺损是由于刷牙方法不合理导致的。 也就是说,在明朝万历年间,宫廷里使用牙刷已经相当普遍了。 另外,万历皇帝生前体型略有驼背,从骨骼测定,他的身高应该在1.64米左右。 发掘人员掀开万历皇帝生下的棉乳,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,巨大的关类。 整齐密集的排列着一层棉织皮料,这些布料色彩的绚丽质地的华柜,都是前手未见的。 队员们数了数,整整有69卷,如此规模庞大的殉葬师之珍品,在世界上的陵墓出土中都非常罕见。 每一匹捆线上,还都有一张放纸,纸上记录着资品的名称,产地,降座和制作连月。 队员们,小心翼翼地把资景一匹匹地拿出,下面赫然又出现了79定金光闪闪的金定。 金元宝外面都有刺激,刻着征收连月,金库和金匠的姓名。 在万历头骨的右侧,还有个不大的圆形盒子,一开始被考古队员忽略了。 当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时,才发现这小小的盒子内,竟是一顶金光闪闪富丽堂皇的金光。 定铃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,到1958年7月底,清理工作基本结束,历时两年龄两个月。 1958年9月6日,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。 临终的定铃已经打开,有关部门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博物馆。 由于当时的保护技术尚不成熟,再加上大环境的问题,一些刨斧湿制品在不科学的保管下,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。 有些湿制品逐渐没变发皱,最后变成了皱巴巴的核桃皮,一碰就碎。 再后来,一地二后的遗骨也被焚烧,巨大的栏木棺木被扔到了山沟里,附近的山民拆穗捡回了家。 定铃的发掘,也成为考古界最悲痛的一次教训。